在永和 覺得來到這種密度高的地方 能找到一個像這種世外桃園 我第一人看到這邊的時候就覺得 就是這裡 來到這裡之後 每天看了新舊 一直在我心裡衝突 那些衝突又轉換成新的想法 我覺得這種感覺很棒 很充實 我覺得這邊算是 一個蠻特別的空間 可以得到一些新的靈感 因為現在大環境樓所以不好 叫我買房子拿來的錢 所以我就找一個空間 想要創造一個屬於我屬於 大家一起可以圓夢的一個地方 我成租的房客 大部分都是對自己的夢想 對生活有熱忱的 再來就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 你想分享的東西 有一些房子它其實就是破爛 它有年代的味道的破爛 我才全是這邊 一開始到這個地方 就覺得它的瓷磚就是很特別 後來就是決定保留這些瓷磚之後 再把牆壁跟天花板 就是搭配它的顏色來做變化 我會把大部分做的雕塑品拿來 當作這個環境的擺設 這隻狗是之前夥伴它養的狗 因為它就是太可愛了 經不住誘惑會把它釣出來 我們浴室的瓷磚它是那種 老舊小小一塊平接的 踩在舊瓷磚上面我覺得是 其實跟以前的台灣 有一種做連結的感覺 就讓我覺得很實在 那種很厲害 房東還有留電視櫃 就是以前那種日據時期留下來的那種 還有他們衣櫃我們也都留著 因為還是蠻有味道的 椅子部分我們大部分都用剪的 那天我們凌晨很開心地去散步 走到四道公園的時候 忽然看到一張沙發 我們覺得很適合擺在陽台 然後我們就兩個人把它搬回去了 兩個人走在路上擺一張紅色沙發 很鮮豔 但是還是把它搬回來 就很累但是很值得 尤其是在過年的時期 那個時段會特別多家具出來 為了除舊不幸 可能家具沒壞掉也是要被丟掉 覺得是不必要的浪費 還有價值的 或是它還有 一用空間我就把它撿回來 每天大概12點左右 會到工作室 第一件事就是 先看一下陽台的植物 來這邊之前 我對植物是沒什麼感覺的 在我們把陽台整理完之後 種了一些花花草草 每次看到他們就是長大長高 就會滿有成就感的 然後再來就是餵貓 然後幫貓清一下他們的打小便 這隻是Fofo 它是在那個Solo所領養的 我搬這隻是五隻 然後就開始一天的工作 這邊的房客對我的原因就是家人 就是夥伴 那有時候看到他們其他夥伴 在交流的時候也滿感動的 就是因為大家因為這個地方而聚在一起 相識 可以有一些火花出來 不管是創作上的 還是普通生活上的 因為人生嘛 不就是為了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活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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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